冬至已经过去了,老年人三件事不能做,四种食物要少吃,来年的话老年人才能够少生病 我们都知道冬至是24节季当中的第二十二个节气了 冬至节气是一年当中时间最短的,冬至过后气温会下降,冬天最冷的时候也就到了 原来在我们父母那一辈儿,他们对待冬至的那可是真的非常的重要,甚至是堪比新年 相信很多从农村出来的朋友都知道,在农村过年的话是必须要吃饺子的 在以前条件不好,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能吃饺子 现在虽然我们有了各种各样的美食,但是饺子的存在还是必不可少的 因为只有包饺子,吃饺子才会有过年的感觉 在民间有这样的说法,冬至大如年 可以说冬至看的和过年同等重要,所以冬至到的时候家家户户都会吃水饺 但是冬至这个节日也有很多其他的讲究的 尤其是对于老年人或者是一些养生人士 你们一定要牢记,这三件事在冬至以后不能做了 这四种东西在冬至以后要少吃,这样的话来年才能够少生病 那究竟是哪些事和哪些食物呢,今天就跟大家来详细的说一说 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先帮我点个赞,我们接着往下看 也感谢您的关注和支持 首先我们来说一下,有哪三件事不能做 第一件就是不能冻着,因为冬天最害怕的就是温度下降导致感冒 冬至是人体抵抗力非常差的时候 这个时候容易受到冷风的侵袭,容易生病 所以冬至前后的养生核心就是躲避寒冷 大家一定要做好防寒保暖的工作 尤其是老年人 要知道这个寒冷刺激是可以引发心脑血管的重要因素了 很多老年人都没有熬过这个冬天 所以更要提高警惕,注意保暖 建议大家在平时要保护好自己的头部,脚部和颈部 避免寒风吹,避免吃生冷的食物 第二个就是一定不要蒙着头睡觉 很多人为了冬天的时候睡觉能够暖和一点 习惯在晚上的时候把被子蒙住头来睡觉 虽然这样做确实能够暖和一点 但是这样在被窝里面的空气就会越来越少 容易出现很多的二氧化碳以及不干净的气体 那早上起来之后呢就容易出现这个头晕脑胀啊 疲惫无力啊 所以建议大家,特别是老年人 千万不要蒙着被子睡觉 那第三个就是不要出太多的汗 冬季啊天气比较寒冷 需要适当的加强体育锻炼,注意保暖 但是运动的时候一定不能出太多的汗 出汗太多,汗液的蒸发其实是需要吸收一部分的热量的 这样的话就容易造成伤风感冒 老年人本来身体免疫力就下降 很多人会因为一场小感冒 最后引发出了很多的并发症 所以想要锻炼可以要适度 只要慢走啊快走就可以了 让身体稍微的发出一点汗就行了 千万不要在冬天的时候让自己大汗淋漓 尤其是冬至过后最好要注意这一点 那这个就是三件事建议大家不要做 现在我们说四种食物少吃 第一种就是太烫的食物 尤其是上一辈子人啊 他们觉得这个饭要趁热吃 经常会催着孩子 刚出锅的饭啊 寒冬腊月一碗暖汤一杯热茶 确实是很多人驱寒的必备 不少人总是习惯趁热吃趁热喝 觉得这样才暖和 在取暖之余啊 很烫的时候 其实对身体是容易造成伤害的 因为咱们口腔里面的温度啊 是10到45度 如果吃一些过热过烫的食物 容易烫伤我们口腔的黏膜 长期以往肯定是对身体不利的 所以建议大家啊 这个太热的时候 我们可以稍微放凉放温一些 再吃千万不要着急 第二个就是少吃盐 这个盐啊 这个滋味啊很足 缺了盐就好像少了滋味 很多老年人就喜欢一些重口味的食物 可是这个盐吃多了 对身体真的是不好 它容易损伤我们的肾脏 因此呢 生活中要控制好盐的摄入量 同时也要控制好 隐形盐的摄入量 比如说这个酱油啊 辣酱还有鸡精等调味品 建议大家每天吃盐啊 不要超过6克 第三个呢 就是要少吃糖 高糖饮食会让我们的胶感神经兴奋 加快心率 收缩血管 再加上体内的水和钠排泄减少 这个血管容易增加 容易引起高血压 那对于这个高血压的患者来说 非常的不利 所以建议大家 在吃糖的时候呢 最好控制一下 最好一天啊 控制在25克以下 第四个就是要少吃 含有脂肪类高的食物 在临床上有很多疾病 都跟这个高脂肪摄入有关系 很多老人也有三高这个问题 大多数啊 都和这个脂肪摄入有关系 因为现在我们的生活好了 大鱼大肉里面 这个脂肪含量啊 可以非常高 一旦我们的血管当中的脂肪堆积过多 就容易造成血管 这个里面的血液粘稠 加重血管的堵塞 形成血栓 所以平常脂肪摄入 可以用这个鱼肉来代替 为了身体的健康 我们一定要选择清淡的饮食 适当的吃肉可以 但是千万注意 不要过多的脂肪摄入 特别是到了冬至以后啊 是一个进补的好时节 此时呢 一定要少吃生冷的时候 吃饭的时候要做到少量多餐 饭后呢 要尽量的做一些简单的运动 这样身体才能够健康 又不伤脾胃 这个就是给大家分享的 冬至过后三件事不能做 四种食物不能吃 那您都知道了吗 如果您还有什么其他的想法 欢迎大家在视频下方留言 别忘了点赞和关注